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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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台東完全是因為我跟我太太都喜歡海 然後工作室也在台北 有時候工作完了就很悶 常常我跟我太太就一大早四五點 醒起來就說我們往南邊走就開車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雪山隧道 還是開高灣長輩灣 開到台東已經黃昏了 那開到金尊我們這個地方 就覺得氣很對 我們什麼也沒有看 就說我們就是這邊 就這一塊地 我常常講台東好像給我第二個生命 實際的生命跟第二個藝術生命 那因為我自己的經驗 過去三十年在巴黎 在紐約 也在台北的工作室 工作的經驗 覺得當一個藝術家 真的對社會 一點貢獻都沒有 只有一直想說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我覺得這樣不行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想說 是不是我每年夏天 把我的畫室 讓喜歡藝術的人可以進來參觀 我們都看了很多歐洲美國的這種藝術園區 台東真的是有全世界很好的 數一數二的地理環境 那如果可以跟現代藝術配合 跟建築又配合 跟整個大環境的文化一切 就像總來講 是真的可以做得講的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碰到工藝平台 這些年輕夥伴這麼熱心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講說 以後這些都是你們的 我只是開始把這些弄下來 然後我的藝術品留在那一邊 我自己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 台東已經從原來只是一個 他想要做畫的地方 已經變成在他生命中 最後他希望留下痕跡的地方 那他的作品也從原來的封窗做畫 然後被華東的這個美麗的風景 跟大自然跟深厚的文化都影響著他的創作 那麼開始打開 那基於這個原因 我希望有其他的藝術家 或者是作家 或者是音樂家 可以有跟我同樣的經驗 從大都會 或者是不管是從紐約來 從台北來 都可以有機會 在我們這個地方經驗一兩個禮拜 短時間 不一定要在那邊創作 但是我的經驗是說 一個創作者在自己安靜生活 短時間以後 你一定回到自己的地方 會做出不一樣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想要做一個作生藝術的體驗 阿神 阿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